一般來說所有需要開刀手術的病人都是需要麻醉的 當然除非你完全不怕痛 你不要麻醉你要忍著 當然是可以 但一般來講痛它有很多的副作用 它會讓我們的交感神經非常的興奮 會帶來很多讓你心跳變得很快 血壓很高 甚至造成很容易心肌梗塞 血壓很高造成中風 這些都是痛帶給我們的副作用 所以一般來講麻醉是讓 一個手術可以安全進行的一個必要因素之一 那我們會依據你開刀的部位 開刀的大小 去決定你需要接受的麻醉 到底是需要接受哪一種麻醉方式 其實現在的麻醉藥是非常安全的 當然病人都會非常擔心這個問題 因為最近媒體都會一直炒作 說都是麻醉的問題 每一次出事都是麻醉的問題 那事實上到底是不是這樣 這是其實在一個專業的麻醉科的眼中 我們都是答一個很大的問號 到底是不是麻醉的問題 或許是麻醉的問題 但是不是過敏性休克 以我本人的在麻醉界大概十年的經驗 其實真正遇到過敏性休克 大概一兩位 但是事實上也都不是麻醉藥引起的 大部分都是因為開刀前的抗生素引起的 Anyway就是病人他很關心是不是麻醉會過敏 事實上我要說就是 宿前是不知道的 我們也沒有辦法在宿前幫你做一些測試 除非是像非常嚴重的像惡性高熱 有一些某些特殊體質的病人 這跟基因也有非常大的關係 那他可能麻醉完之後他會體溫散升很高 造成一些不可逆的 甚至是很危險的一些狀況 那這種狀況其實有些基因檢測是可以做的 但是事實上我們並不會常規性的去讓病人做這些檢查 第一他也是自費的 而且他並不需要常規性的去檢查 我們都會在病史詢問的時候 我們就會詢問你有沒有家人啊 或者是兄弟姐妹啊 有發生過類似的狀況 那假設有我們當然就會特別小心 那至於一般我們所使用的麻醉藥 並沒有辦法做過敏的測試 沒有辦法 所以原則上我們都是根據麻醉完當下的狀況來看的 那事實上我們打完麻藥你也睡著了對不對 那你睡著了之後真的發生過敏反應的時候 其實你也不知道 那我們在我們監控的螢幕上 就好像我們現在監控的螢幕上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看見你的心跳血壓的變化 還有你身上一些生理的變化 讓我們知道說你是不是真的發生一個過敏的狀況 假設是的話我們當下就會處理 給你一些看組織案給你一些看過敏的藥物 一些類固醇 甚至真的需要過敏性休克需要到一些生壓劑 我們也都會給予 所以那個時候就可以幫你做一個很好的處理 我想大致上的問題是這樣 對 是 Yoo 你